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赵宇 女的呢叫曹月 这两口子呀 在当年来说那了不得呀 人家都是大学毕业 大学生 现在大学生满大街都是 在七十年代大学生 那是少之又少啊 绝对是天之交子 你看从结婚日期的选择上也能看到 不同年代的人大伙呢 挑的这个良辰吉日也不一样 现在大家结婚喜欢挑什么 五月二十号啊 五月二十一号啊 就谐音我爱你 是吧 但是你看人家结婚挑的是八月一号建军节 这两口子呢 性格啊 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 赵宇啊 学的是工科 曹月呢 学的是文科 赵宇就是典型的工科男 老实本分啊 不善言谈 而曹月呢 特别喜欢浪漫 特别善于幻想 俩人一开始结婚挺好 过了一年 这儿子呀 就出生了 夫妻俩呢 这又有了孩子了 那更乐呵了呀 但是 他们毕竟工作繁忙 自己带孩子带不过来 又过了一年 孩子断了奶 就送到了赵宇爸妈家去抚养去了 随后 这俩人可就又过起二人世界了 尽管说二人世界 理应是浪漫的 美好的 温馨的 但已经结了婚的朋友都知道啊 真是结了婚的老夫老妻过二人世界 反而容易产生矛盾 再加上他们俩性格本身差异很大 性格上的冲突就非常容易引起摩擦 但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真闹了矛盾有什么事 说说 聊聊也就解开了 俩人的感情还算是比较融洽 1986年有这么一天 赵宇啊 负责的一个科研项目获了奖 赵宇啊 那是真高兴啊 就请了几个同事一起到家里边庆祝 喝点小酒 也聊聊天 其中啊 有一个人叫吕德川 这吕德川呢 长得挺帅气 这曹月呢 就赵兴宇他老婆呀 长得呢 也挺漂亮 又是灵巧可爱的那种 吕德川一看见曹月 当时眼睛蹭蹭放光啊 他就跟赵宇说 我说老赵 你娶这么一个漂亮媳妇 你这可有拐卖少女的嫌疑啊 这名里边 这是夸赞老赵 有本事有能的 其实暗地里边就是称赞曹月 显年轻啊 漂亮啊 曹月呀 听完之后这心里舒服极了 是啊 哪个女孩子不希望别人夸自己漂亮啊 自己的丈夫赵宇啊 就跟一木头似的 永远不会说出来这么浪漫的话 接下来 这一桌人就又吃又喝呗 三杯酒下肚了 这吕德川呢 也晕晕乎乎的 借着酒劲 哎呦 把曹月夸的呀 曹月是心花怒放 散了息了 各回各家了 照理说 各自开始过各自的日子 不过这曹月可就忘不了吕德川了 长得又帅 能说会道 善解人意那么幽默 曹月呀 这心里边算是有了这个人了 再来说吕德川 吕德川就那一眼 就被曹月给彻底的迷住了 他呀 心里边也老惦记着曹月 从那以后 吕德川隔三差五的 就会找点借口到曹月家里边 后来整好啊 赵宇的单位 让赵宇到清华大学进修一个学期 这可把曹月高兴坏了 也把吕德川高兴坏了 这太好了呀 给了我们空间了呀 曹月呀 终于是抵挡不住 吕德川的浪漫了 就和吕德川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关系 吕德川呢 其实年纪呀 比赵宇和曹月要小 小那么个两三岁 再加上吕德川这人 也结婚也成家了 一开始俩人凑到一起 那家伙颠乱捣缝的 是吧 挺痛快 感觉挺刺激 但是这股子狂热情绪过了劲之后 曹月心里边啊 有点愧疚了 你看 任赵宇对我这么好 我竟然做出来这么对不起他的事 就想着终止和吕德川的这种关系 但是吕德川 甜言蜜语的 又死缠烂打的 确实也有魅力 这曹月呀 也架不住 这时候啊 曹月就想着 总这样也不是回事 名不正言不顺的 干脆你离婚吧 然后咱俩结婚 吕德川一听 哎 小月 咱俩好好的 离什么婚呢 这时候啊 曹月就说 我没法忍受这种日子了 哦 我以后还得戴着面具 背着心理包袱 跟老赵一起生活 老赵是无辜的呀 小月 别这么想 现在不挺好的嘛 总而言之 这吕德川就是坚决不肯离婚 一眨眼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呀 赵宇啊 终于从北京回到南京了 曹月也盼着见赵宇 说实话 毕竟夫妻有感情 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了 同时 他的内心也有一丝痛苦 总之 他这心情是很复杂的 自己的丈夫 温柔 宽厚 对自己百依百顺 赵宇对他越好 曹月心里这负罪感就越重 但是呢 那边还割舍不断 和吕德川的这种情人关系 有一回 曹月偷摸出去 跟吕德川 反正又干那事去了呗 等回来之后 赵宇啊 就要跟曹月过夫妻生活 因为夫妻之间 也这么长时间 没有夫妻生活了呀 这曹月他受不了这个呀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跟俩男的 做这同一件事情 他不累吗 是吧 但他也不能跟赵宇明说呀 跟他说 别了吧 我这刚忙完回来啊 还累着呢 咱们明天再战吧 那不行啊 那赵宇肯定得问是跟谁呀 跟你好朋友吕德川 那不玩完了吗 这曹月没办法 脱了衣服 光着身子 躺在床上 这时候 呜呜的可就哭起来了 赵宇一看 怎么哭了 赶紧问他呀 怎么了 小月 在赵宇这种关切之下 追问之下 曹月呀 感觉我再不说实话 我良心过意不去了 我太对不起他了 把一切事情 就都说出来了 赵宇一听 可就傻了呀 没想到自己一直这么爱护的妻子 这么信任的妻子 背叛了自己了 放到现在 可能好些个人都接受不了 但您想想在那个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更接受不了了呀 曹月呢 也感觉自己对不起赵宇 就有一段时间 彻底断绝了 跟吕德川的来往 总之就是 好好地伺候丈夫 好好地照顾这个家 但是赵宇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再也没办法 像从前似的 那么爱自己的妻子了 有一天呢 就看这赵宇 醉醺醺的 被一个年轻的女人 扶回家了 这个女人呢 是赵宇的一个老乡 年纪呀 比赵宇小 名字呢 起的还是挺有时代特色的 叫黄荷花 这黄荷花 见曹月在家呢 放下赵宇啊 就要走 啊 嫂子在家呢 那你好好照顾我赵哥 那我先回去了 这时候 赵宇借着酒气啊 突露着舌头就说了 荷花 你别走 我让他走 听赵宇这么一说 曹月眼泪 耍一下子就出来了 黄荷花也很尴尬呀 愣那了呀 哎呀 这可怎么办啊 这正儿八经嫂子在这儿呢 你来这么一句 你这让我怎么做人呢 僵持了这么一会儿 曹月用手抹了一把眼泪 荷花 听她的 你留下 我走 说完 拉开门一扭头 可就跑出去了 当天晚上 曹月没有回家 您各位说了 是不是又找吕德川去了 不是 曹月呀 并没走远 就躲在了一堵矮墙后边 看着自己家的窗户 这一宿没睡觉 眼泪啪啪啪啪的 流到了天明 到了第二天上午九点 他见黄荷花 出门离开了 这才一步一步的 挪回家去 曹月看着赵宇说 我们还是离婚吧 我们两不相欠了 赵宇呢 想了想点了点头 好吧 已经商量好了 要离婚了 就在这时候 意外情况发生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赵宇曹月两口子 都商量好了 咱们离婚吧 就在这时候 他们七岁的儿子 该上学了 你在老家不是回事了 爷爷奶奶呢 就把儿子 送回到了父母身边 为了让儿子 有完整的父爱 母爱 有完整的家 怕伤害儿子 赵宇和曹月 商量之后决定 咱们呢 离婚 不离家 其实啊 也没正儿八经 办这离婚手续 也就算是 咱俩人心里明白 咱俩完了 不是夫妻了 但是 从法律上来说 还是从外人看来 咱们还是一个 完整的家庭 从此 这一家三口啊 你表面上看 还挺和睦 只要儿子在家 他们就跟正常 一家三口是一样的 甚至还一个床睡觉呢 不过呀 一人盖一个被子 俩人再也不会 有夫妻生活了 为了解决生理上的需求 两个人在外边呢 也各自有情人 相互之间 也很坦然 也接受这个事实 一眨眼 十二年又过去了 一九九九年 他们的儿子 很有出息 考上了清华大学 送儿子上大学去之后 这赵宇和曹月 还是在一个屋檐下 又成为了二人世界了 现在离婚的障碍不存在了呀 可以去办离婚了呀 俩人呢 相敬如宾的 客客气气的 就去办了离婚手续 通常离婚案子里边 最敏感的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财产分割 但是这两口子没有 经过十几年的这种磨合 俩人对这婚姻 早就心灰意冷了 对彼此呢 也没有深仇大恨 不过房子问题啊 确实让他们很困扰 离婚就意味着 这房子要归属其中一方 另外一方就得搬出这套房子 但俩人别看都是高学历 不过都是工薪收入 哪有闲钱买房租房啊 俩人还挺体谅 一和气 得了吧 咱们离婚不离家吧 接着在一个屋檐底下住吧 离婚以后啊 这两事一听 正好一人一室 客厅是共用的 但是真又重新过回了二人世界 问题出现了 平时在生活之中两个人都很独立 所有东西也都共用 甭管买什么 有什么花销 这都是AA制 俩人呢 也挺谦让 相安无事的 不过毕竟两个人还是得解决男女生理问题啊 大概一个月之后吧 有一天呢 曹月提前下班了 到家以后怎么也开不开门了 从里边反锁住了 曹月在那光光光一顿敲也没反应 就打了110报警电话求助 五分钟之后警察赶过来了 警察还想办法呢 咱们不想找开锁师傅开锁吧 结果这门咔嚓一下 从里边打开了 赵宇啊 探出头来 曹月当时可尴尬了 这怎么跟警察说呀 赶紧跟警察解释 这是我丈夫 他可能昨天晚上上夜班 把门反锁上睡觉 又睡得太死了 警察呢 也没办法啊 人家夫妻俩的事 你能说什么呀 稍微象征性的 教育了曹月几句 也教育了赵宇几句 俩人呢 也都点头 是是是 让您费心了 警察一走 曹月闯进家里 就看见呢 床上被子那个乱呢 除了赵宇之外 还有一个女人 这已经是赵宇的第三个情人了 叫李文竹 曹月看见之后 气不打一处来 发了一通脾气 打这以后 曹月也豁出去了 也把男朋友 带到家里边来 反正俩人你来我往的 这赵宇带着情人在家的时候 曹月呀 看着生气 曹月带情人在家的时候 赵宇呀 看着也生气 也是 您想想吧 你一人在客厅里边吃饭呢 或者看电视呢 或者看书呢 另外一个 另一位带着情人 在自个儿卧室里边哭着嘎啥 那响动还挺大 啊 那喊声恨不得能把屋顶子给掀咯 甚至有的时候 房门大开 你就看见两个白滑滑的身子 穿过客厅 进到洗手间 一会儿又圆眼回去 要不到客厅里边倒杯水 喝完了 还给你打个招呼呢 哦 看书呢 你好啊 那这太难受了呀 不过这样的日子 难受归难受 总比后来的日子要好啊 再后来呀 李文竹干脆搬进来了 跟赵宇同居了 那不是二人世界了 又成了一家三口了 原本呢 还你牵我让的 现在一下子全乱了 尤其是曹月跟李文竹 打见面第一回 就处于一个敌对状态 李文竹住进来第一天 俩女人大吵一架 李文竹呢 也是故意找茬 口无遮拦的 到厨房一看 哟 这么脏啊 这锅盖上 怎么这么多油啊 哎呦 这菜刀还用呢 怎么这么炖呢 也没人知道磨磨 再到卫生间一看 这马桶怎么这么脏啊 还怎么用啊 这家里边的女人 还管用不管用了 一会儿又说 这东西摆得这么乱呢 曹月在旁边听的 他没个不生气啊 这不止丧骂怀呢 嘛 心里憋不住这气 也就毫不客气的回击了 我的家里 哪轮得到别人来撒野呀 结果俩女人 这可就吵上了 你一句我一句 这把赵宇愁的呀 曹月委屈了 难过了 找赵宇投诉 李文竹委屈了 难过了 也跟赵宇说 赵宇呢 也没办法 之前曹月 是想方设法的 伺候好了赵宇 但李文竹啊 已经彻彻底底的 控制住赵宇了 李文竹呢 俨然是一个女强人 她是这家女主人 曹月呀 硬生生的 被气得得了一场病 躺在床上 眼泪巴搭巴搭的 他呢 这些年 一直还跟吕德川有来往 他呀 把电话就打到吕德川那 想告诉吕德川 但是吕德川听了之后 人家来都不来 见都不见的 曹月 是真心喜欢吕德川 但从吕德川那边来说 跟曹月当了这么多年情人了 曹月早就没当年的 那个漂亮模样了 吕德川心里边啊 也有点腻了 赵宇见曹月病了 心里边也愧疚啊 时不时的问长问短的 给他做饭 给他煮面 哎 正好这一幕 让李文竹回来看见了 李文竹啊 明知道这面条 是赵宇给曹月煮的 哎 假装不知道啊 装傻子 抢过来就吃 赵宇说 曹月病了 给他煮的 李文竹一听 拿起来这碗 往地上啪 一下子就摔了 指着赵宇的鼻子 好啊 你骗我 你说你跟他恩断义绝 怎么还这么亲热 你骗我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曹月在屋里边听着呀 这心里边气的呀 是一阵一阵的疼啊 到了第二天 吕德川来了 曹月就跟吕德川说 你赶紧离婚 搬过来跟我住 或者我搬过去跟你住 要不然 整天对着他俩 我会发疯的 吕德川瞪大了眼睛 怎么了曹月 咱俩不说好了 我不离婚的吗 这事啊 你想都别想 慢慢的 吕德川也不来了 哪怕来了 也就是干男女之间的点事 来了二话不说 脱衣服就开始 完事以后立马就走 顶多呀 待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 这哪是会情人呢 这家伙 这不就逛青楼的吗 曹月呀 感觉到这日子 是彻底过不下去了 对人生都彻底绝望了 与此同时 那边李文竹 步步紧逼呀 有事没事的 就跟曹月挑衅 要不就说 我买的菜少了 谁偷拿了呀 要不就说 我放桌上的钱丢了 谁偷的呀 这不就是说 曹月是小偷吗 还经常在客厅 故意当着曹月的面 跟赵宇在那亲热 后来甚至发展到什么呢 曹月在客厅里边 看电视的时候 这李文竹啊 就得故意打开房门 和赵宇过男女生活 曹月忍不了了呀 这电视还让不让人看了呀 曹月也想 干脆搬走吧 眼不见心不烦 但一来呢 没地搬呢 去吕德川那人不要啊 那去哪啊 也没钱买房租房啊 二来呢 我要真走了 太便宜他们了 曹月呀 现在对这赵宇和李文竹 那是彻骨的仇恨 他决定我要毁掉他们 1999年11月28号 这是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啊 曹月关紧了所有的门窗 打开了煤气罐的阀门 赵宇和李文竹 睡得呼呼的 完全不知道啊 经过一夜之后 曹月回来 再这么一看 赵宇和李文竹 已经死了 随后曹月收拾收拾 到公安局 投案自首 吕鹏大案即时 中外最暗时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